上课的内容每一次都会放在我们论坛里面 所以如果你有加到论坛里面的话 理论上每一次上课我都会把它转 把那个影片转到那个 就传到那个我们的那个云端上面 那这边总共会有三次 那今天的话是第四次上课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看上一个礼拜的内容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讲逻辑函数 然后另外的话呢 那个什么呢 在利用那个VBA 输出一些东西 那其实也是做一些简单的复习 VBA 那怎么样做在VBA里面做那个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里面 当然Excel里面是有If If的话 True跟Force 那在VBA里面多一个Else 那如果说你还有很多的话Else 一直Else下去 反正你就一直看有几重判断 你就几个判断 那这种逻辑用的非常普遍 因为以后反正你做任何事情 你只要 跑个回圈嘛 第一个回圈就重复做嘛 你跟他讲说范围哪里到哪里 那再来剩下就是说 你在这个范围里面帮我做一些逻辑判断 那最后帮我把对的结果输出去就可以了 输出到哪一个位置去 那其中的话当然除逻辑之外 还有那所谓的end跟偶尔 end的话就是两个或者多个条件都要为True 那如果偶尔的话就是其中一个为True 那这个逻辑就是为True 也就利用这些逻辑判断 将来你要做一些自动化里面都一定会出现 所以特别注意 城市里面我想最基本的语法里面 最重要你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回圈 我们现在大概就只有讲到4回圈 给它一个范围 第二个就是逻辑判断 所以以后这两个如果你可以把它掌握好的话 以后你也不管学哪一种城市 不是只有VBA 以后你无论学哪一种城市 都一定会有这些东西 那只是说它的叙述语法稍有不一样 但是它的原理原则都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跟各位讲 另外的话我们有再多讲一些有关 就是颜色部分 将来如果你输出的资料 那当然会有那种 你需要标示让它换个颜色 比如说涨的话就是什么 涨的话也许是红色 跌的话是绿色 那你就可以用什么 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那个橱圈格里面的缝物件 的点color 就质的颜色 那底色的话就interocolor 那框线的话就bauders的color OK 然后还有什么 初体的话就是fong.bauder 那这些东西的话 在上个礼拜的 我们的云单其实都有 我是建议这些东西 尽量就是可以把它记在你的笔记 或者是 或者你的云端上面 我蛮强于推荐你们 就是自己也做一些你的笔记 那笔记以前用紙本写 也是一种方法 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把它记到你自己的云端上面 那慢慢习惯就是随时可以找得到 为原则 因为这些东西呢 如果你要把它全部背起来 其实太花时间 而且恐怕短时间很困难 但是你用久了之后 其实感觉好像也不用特别背了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用久了之后 就会很自然就记起来 因为它其实都有一个规则性嘛 所以慢慢的话 你就是把这个规则性 把它熟悉之后 以后呢 很多用理解的 那理解之后 其实也不用特别去背它啦 但是难免还是会忘了一些细节 那没有关系 还是尽量把它放到你找得到的地方 像我的习惯也是一样 我可能很多年前写的程式 那我可能这么久 我怎么会记得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回头再看我以前的东西 都放在云端上面 那我可以马上找到之后 我马上可以把东西做出来 不影响 OK 所以像你整个流程做完之后 最重要还是要留下那个记录 不是说你会做了 会做的是 是也重要 但是会做是现在你会做 可是你要想说 你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能不能也做得出来 这点其实还蛮重要的 OK 我觉得更重要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会忘记 像我个人习惯就一定要 我现在可以做得出来 不代表我过一段时间也做得出来 所以我一定要用各种方法 不论就是像我会把画面照相下来 或者是打一些文字 或甚至我把它录影下来 录影下来也是一种记录的方法 比如说一边讲 然后一边把它录下来 其实也是这种方法 为什么 因为你之后过一段时间你忘记了 你可以自己看你自己录的影片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像我上很多课 然后有一段时间没上 我 如果要再上那个课的话 假如说我没有把之前的影片录下来 我要重新在背课很辛苦 那如果说我以前录下来 我就把我之前做的影片 录的影片把它打开 大家看一下 我不用花很多时间 我马上又可以开始 又很快的恢复到那个 我很熟练很熟悉的那个状态 所以回去的话 尽量再多多就是再复习 那另外的话影片都在这边 应该不用再多做介绍 在YouTube YouTube其实慢慢我发现 它影响力越来越大 甚至比那个电视媒体 海南影响力更大 反而现在小学生可能不看电视 但不会不看YouTube 像我女儿每天都会看YouTube 她看电视的时间可能更少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接着进来看 那最后的话 我们有讲到有关那个表单部分 就是在VBA里面怎么样制定表单 那应该还记得 在那个VBA打开 然后按右键有插入模组 另外有个插入制定表单 就是这个东西 那模组跟制定表单最大的差别 就是模组只能写一点程式 包含就SUB跟Function SUB是按钮 Function是制定函数 那制定表单多了一个东西 就是它可以让你在上面 设计一个所谓的那个 叫做使用者界面 英文叫User Interface User Interface 就是使用者 你跟使用者之间的沟通桥梁 也就是说你要先跳出一个画面 上面就是 那跳出来的东西就表单 那表单上面的话 你要让使用者知道说 你应该做什么输入 然后按下某个按钮 我会帮你执行什么样的命令 然后最后把你要做的结果 我帮你把它比如说储存到Excel里面 或者做其他事情 那这个就是UI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UI不是只有在电脑PC上面 手机上面也有嘛 网页上面也有嘛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跟使用者沟通的一个桥梁 他只是说因为在Excel里面 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用MBA来做 而且非常简单 如果你用其他工具来做的话 那复杂度非常高 所以今天的话呢 也许我们就是在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再打开 所以请各位 开启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范例党 逻辑函数 那特别注意啊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上礼拜有存档 所以我是建议你可以检视 我把它用大图式好了 那大图式之外 这边还有个副档名 副档名也许你可以把它调出来 那因为我最后有提到 好像就另存新档 如果说你要存 建议是要启用 启用具体的活跃部 他一定会有个惊叹 OK 那那个X MOS的话是那个以前的2003以前的格式 那他跟他这两个最大的不一样 第一个可能就是他里面有 可以写把BBA存在里面之外 另外呢他的笔数 这个最多一个工作表 最多就是6536 6万多笔 那如果你用新的他可以到104857 就104万笔的资料 OK 所以比数相对的会比较高 但相对比较建议你用那个新的版本 打开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你可能要注意 就是第一个 这边的话会有个启用内容 OK 如果你没有把它启用的话 你这个BBA呢 他会被停用 OK 所以你会发现之前有同学 他可能没有按启用 然后就开始按这个启用 上个礼拜做的 不要按下去 他会出现什么 他没办法执行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启用 那你想说干嘛是麻烦 主要原因是因为很早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曾经 有一段时间是那个聚集病毒 非常的泛滥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时候聚集没有这个 就是 使用者要启用才能够执行 就是他一执行马上就是中毒 那中毒之后就很麻烦 所以他现在就改成像这样 那如果说你要能够让BBA执行的话 一定要启用内容 启用内容之后的话 这上个礼拜的东西 第一个你会发现 我们好像上个礼拜有讲过 如果说呢 那当我的eSale打开的时候 也要顺便把这个表单叫出来的话 有没有在那个List Workbook点两下 当他open的时候 那我就什么 userphone1.show 好像最后课程应该有印象 如果忘记的话 回头再看那个影片 应该蛮清楚的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把它关闭 如果还在启动的话 这边有个按钮 叫启动表单 那启动表单 那这个的话是写在哪里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一样 把那个BBA的环境先打开一下 因为这个环境每次都会被还原 那其这个开发人员里面 刚刚第一个呢 如果你要随着那个工作部 就是这个档案打开的话 你写在List Workbook 里面这边会有个什么呢 当Workbook被open的时候 open指的是一个程序 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话 就是当这个工作部被事件 发生这个事情 有点像一个动作 一个中文翻译叫事件 那英文意思叫event event的话就是当什么事情发生 当他被开启的时候 那当他被开启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 有没有 这个就会触发一个 所以程序的话 你就把程式写在这里 那我要把它打开的话呢 你就跟他讲说 请你把我的那个user 有没有 user form 所以你就照这个上面的名称打 user form 有没有 user form one 点的话 如果你那个名称有存在的话 那他会跳清单 如果没有的话 那表示你是打错 比如说之前有同意 好像打到user form 然后就点下去 发现没有 为什么 因为名称打错了 少一个1 另外的话呢 特别是在VBA里面 他没有区分大小写 所以呢 我通常打小写 没有区分大小写 所以点什么 点show就可以了 他就会帮我把这个user form 随着什么呢 随着当工作部启动的时候 顺便open它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假如要写一些程式 是当一下打开的时候 顺便执行 那你就可以把它写在这边就好了 不只是那个表单 其他也是一样 你就把 你要执行的 比如说某一支某一个sub 你也可以把那个sub写在这边 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写过什么 这么多sub 比如说你 当启动的时候 就把那个什么成绩公式执行一遍 那你就可以写成什么 你就把这个名称 把这个名称 sub后面的名称 直接写到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比如说先user form1 然后再来的话 再来执行他 那前面一般习惯就是什么 多一个 多一个那个叙述 这个叙述叫call call的话就是呼叫他 帮我呼叫那个 那个什么sub 那他就会随着你的那个刚启动 顺便也执行一遍那个什么成绩 以后如果你有很多 你也可以全部写在这边 也就一次又一打开 他就好像说你可能 这个档案习惯上 会希望一打开之后 就自动先执行某些步骤 比如说自动去 哪个 erp 自动去抓什么东西 自动抓到这边 因为他有更新 可能在更新之前先把旧的删掉 然后自动去 erp 里面捞你要的资料 自动去执行某些判断 然后最后你再去 产生你要的东西 剩下可能你就自己再去做报表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方便很多 你变前置作业就是在这边先处理完 那你后面就时间就省很多了 所以这边也可以想想看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另外字如果太小的话 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这个前面有讲过 撰写风格里面 把字稍微放大 至少12吧 不然看得太小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字把它放大一点点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把那个 就是表单 那还有那个按钮 按钮这个按钮怎么做的呢 其实这个按钮还记得吧 我们是写在那个 我记得要写在if吧 if底下的话其实就写什么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话就是 就sub sub 然后呢 里面就写 其实一行程式 userphone1.show 那这个sub的话呢 名称就启动表单 那也就是说呢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是userphone1.show 这样就ok了 那再来的话目前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希望就是说呢 这个宽度不足 这三篮把它点两下 好 让它 这里怎么变这个格式 把它改回来 可能之前 是不是改到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希望 把它改回来 空用好了 ok 这三篮 点两下 让它自动跳 那再来的话呢 这是上礼拜的 ok 像什么成绩 成绩多重 输出公式 这个是输出公式 清除 然后也颜色 这个上 刚刚讲清楚 然后另外一个全部清除 大概有这几个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 来看就是说 启动表单之后 接下来我希望做什么 就是 当它填入资料 可以自动再把 总共它的名字 跟它的三个成绩 填上去之后 这个是使用者填 那其他我们帮它填哪些呢 帮它填 帮它算平均成绩 帮它算合不合格 帮它算平等是哪一个 所以这后面三个是我们 自动帮它做的 要怎么怎么完成 请各位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这个部分 先打开 记得应该在哪里 在Visual Basic里面 记得找到那个什么 表单 所以你把这个上个礼拜 档如果你有存档 点两下 它就出来了 但是我们程式还没写 我们程式应该写在哪里 其实主要就是 写在新增里面 那怎么写 其实很简单 你就新增这点两下就可以 它就会触发 那这个是那个按钮的名字叫 Command Button E 后面底线Click就是它被 点一下的时候 点一下 那就要新增 那新增什么呢 就是把 它的姓名跟那个什么达卷考核到面试考核 这总共这四个总共有四个东西嘛 一个萝卜一个坑 就是把这个 这四个东西帮我填到什么 填到那个我们A栏的最下面 从这边填 填完之后后面三个自动再帮我补上 如果再 还有一点 就是最后就是 因为你填完之后嘛 可能要把它里面填的东西 再把它清空 因为你如果没有清空 变成是说 它如果还要再填下一个人的成绩的话 那变成你要手动再删太麻烦了 所以最好贴心一点是 顺便帮它把它清空 然后再更贴心一点是 游标自动帮它停在这里 这不是很贴心吗 就打在那里 清空了 然后又回上去了 然后打完又回到上面去了 那它就很顺畅的 可以把它要做的事情一次 很舒服的可以把 它要填的东西很快可以填 而且也不容易填错 所以请各位 先把上礼拜这部分先稍微看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来看 怎么样完成我刚刚讲的这些步骤 OK 那如果这些会的话 以后其实你要把那个 Excel当资料库来用 都不是问题 然后设计一个表单呢 就类似长得像这样子 那以后如果你要多几栏 你也可以再多放几个 所以慢慢的话 以后呢 你就可以借由表单 产生你要的那个所谓的UI 那这个UI的话呢 以后 使用者反正就从这边输入 好处就是以后他不会乱填 反正呢 你就只能在这边 乱填的话呢 那将来发生问题 就是使用者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上礼拜 跟各位举一些例子啊 真的蛮多地方的 好像什么公卖局 它底下500多个经销商 以前乱去 结果他回来光整理那个500多个经销商的资料 他就头大了 光加班不好就加班几天才能够把资料给弄好 但是他如果用 他后来用了表单之后 他发现根本完全不需要 因为有了规范之后 大家都乖乖的这样去 之后呢 他再也不用再加班 为了要去整理那些错误 那后来发现省掉太多的时间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